兄姊妹平安 我们已经到2023年了 最后两个礼拜了 快要跨年了 那你知道吗 2023年台湾的网路票选代表制是什么 缺 为什么因为 因为缺 同一年出到缺缺缺缺 什么都缺 然后缺 很多人就人心惶惶 因为房价攀高 有通膨非常厉害 人心惶惶不安 焦虑恐惧 其实焦虑恐惧就让我们 会感到非常的枯干 面对各样的缺乏 人很容易说什么 有没有很顺 是不是你常讲 你常讲都不用 不用举例 大家都是这样 那今天呢 我们要说 你会活 跟你旁边说 你会活 哈利路亚 我们翻转了 要进到2020年 各样都要复活过来 我们这段时间在读 以希节书 神要透过以希节 今天要向我们发预言 然后透过你一个口 在你的环境 释放生命的气息 所有都要复活过来 我们一起来念 以希节书37章1到14节 我们一起来读 请 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 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 将我放在平原中 这平原片满骇骨 他使我从骇骨的四围经过 谁知在平原的骇骨甚多 而且极其枯干 他对我说 人子啊 这些骇骨能复活吗 我说 主耶和华 你是知道的 好 下一页 他又对我说 你向这些骇骨发预言说 枯干的骇骨啊 你要听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对这些骇骨如此说 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 你们就要活了 我必给你们加上筋 使你们长肉 又将皮遮蔽你们 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 你们就要活了 你们便知道 我是耶和华 于是我遵命说预言 正说预言的时候 不料有响声 有地震 骨与骨互相联络 我观看 见骇骨上有鲸 也长了肉 又有皮遮蔽其上 只是还没有气息 主对我说 人子啊 你要发预言 向风发预言 说主耶和华如此说 气息啊 要从四方而来 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 使他们活了 于是我遵命说预言 气息就进入骇骨 骇骨便活了 并且站起来 成为极大的军队 主对我说 人子啊 这些骇骨就是 以色列全家 他们说 我们的骨头枯干了 我们的指望失去了 我们灭绝静静了 所以你要发预言 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的名啊 我必开你们的坟墓 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 离你们进入以色列地 我的名啊 我开你们的坟墓 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你们就要活了 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 你们就知道 我耶和华如此说 也如此成就了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献上感谢 主啊你在我们中间 主啊现在求你把智慧启示的灵 圣灵的气息赏赐给我们 浇灌在我们身上 现在我要拿起神给教会的权柄 奉耶稣的名捆绑一切 使我们心思意念无法专注的 一切搅扰我们听神的话的 这些的搅扰的灵完全离开 奉耶稣的名 将我们的心意夺回 降伏在基督里 让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感谢耶稣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我们看到 耶稣基督身上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上帝的灵 浇灌降在耶稣基督身上 这个小字讲原文是手 也就是说耶和华的手 按降在 按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然后神按在他身上神的灵 耶和华就借着他的灵 把他带出去 带去哪里 一般我们说主的灵 降临在我身上 你就会觉得是什么 对对对 哇主的灵耶 开始发旺了 哦主的灵耶 哦 power在我身上 哦我自己 我可以出去施展大能 对不对 因为四一之前 牧师讲到四一八的异象 也就是说 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 我们念一下四一八的异象 来 祢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高高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猜浅我报告 贝如的德释放 瞎眼的德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德自由 哇主的灵 交在我的身上 就是开始非常的荣耀 我开始出去了 传福音 哇报告 贝如的德释放 瞎眼的为你祷告 你会看见 哦我且腿了 现在管杖丢掉 哇 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这样的意思吗 然后 主的灵界的 耶和华界的他的灵霸 以西节带到哪里 什么样的平原啊 不是刚刚那个 很大荣耀的异象 是一片西兰骨头 就是亥骨 然后另外一个翻译 讲到这个亥骨就是一个低骨 低骨 是一个片满亥骨的低骨 所以当通常神的灵浇灌在我们身上 你会感觉好像在高峰 可是这顺子呢 奇怪 你好低哦 好低档哦 哎 怎么把你带到 带到 填满了 亥骨的 平原 你的心情很沮丧 那你甚至怀疑说 我是最近有干坏事吗 我有玷污吗 我去哪里被玷污了呢 哇 我是怎样啊 我告诉你 神的灵 在你身上 有时候会把你带进到 亥骨的平原 你好像有一个低骨 那个低骨 好像诗篇 二十三篇说 他带领我经过 死因的幽骨 那样的低骨 神的灵 有些时候是这样 因为 神的灵带领以西洁 去到死因的幽骨 去到充满死亡 遍满亥骨的地方 这让我想到 主耶稣被受洗的时候 也是神的灵叫他身上 神的灵叫他身上 他说这是我的爱子 是我所喜悦的 有没有马上出去行神经启事 带那去哪里 带那道框 一样 带那去死因的幽骨 所以有一些人如果你觉得最近 怎么这么低档 你不要怀疑可能神的灵在带领你 要带领你 带领你 他在带领你 你不要马上定自己的罪 我干了什么坏事 你不要马上觉得 我现在是 我怎么最近这么糟糕 不是 神的灵正在带领你 跟你旁边说 主与我同在 主与我同在 所以以西节 37章第一节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 带我往下去了 去到哪里 去到旷野 去到遍满骇骨的旷野 这个低谷 好 第二节更强 他说 他使我从骇骨的思维经过 走到骇骨的思维经过 才思维 怎么那么多 西兰骨头摸摸摸 什么那么多了 骇骨甚多 而且他说 极其枯干 什么叫做骇骨呢 他说极其枯干 什么叫骇骨 骇骨枯干 极其枯干 表示不是刚死吗 刚死会有骇骨吗 会变成骇骨就是 死蛮久的 你大概知道 我们现在因为都火化了 说没有前骨 你如果去你们祖先的地方 多久就要前骨了 对不对 就要死 死很久 才会变成骇骨 那骇骨代表 他不是刚刚死 在圣经里面 你有看到有两种 两个死人复活 第一个就是拉撒路 拉撒路死了三天 第四天耶稣才到 有没有骇骨 没有骇骨 这个死叫做四天的死 四天的死 身体会 他说说 他的姐妹们就说 一定臭了 可是还是没有骇骨 可以复活 第二个死就是 埃鲁的女儿 使人复活 记不记得 埃鲁的女儿 生病很严重 快要死了 然后他们就叫他去找耶稣 去找耶稣 路上遇到一个血肉的妇人 血肉的妇人摸耶稣的一掌穗子 然后血肉的妇人得医治了 可是呢 就延迟在那里谈话 然后埃鲁的家里的用人来了 就说 那个主人不要再麻烦夫子了 因为你的女儿已经死了 这个死里复活叫做刚死 刚刚死 刚刚死 可以复活 死了四天 可以复活 但是 骇骨死多久 骇骨这种死叫死透了 死透了 怎么可能复活 死透了 我都没有盼望了 怎么样能够复活呢 平原里面充满了骇骨 代表在那里呢 曾经发生过战争 战败了 正下的死在那里 剩下的只有骇骨 而且极其枯干 那也就是说你生命中有一些 你经历属灵征战 你有打啊 有打仗 你战败了 充满了沮丧灰心 好了算了 这地放在这 没效 盖起来 给它埋葬 这里也 也打败了 我又失败了 再给它埋在这里 已经好久了 变死人骨头了 只剩下骇骨 极其枯干 我们生命中有很多 极其枯干的骇骨 就是你生命当中 你有征战 你不是没去征战 你不是让它打 你是打败了 然后你就灰心沮丧 埋起来继续往前走 但是这些是骇骨 哪些骇骨 有些人你的财务上有 一直长期的骇骨 你不但要努力 要越借越多 到一个地步 宣告破产 现在还没有破产 因为你还在撑 其实破产才好 有时候破产比较好处理 因为你就申请政府的部署 现在还可以 还回事不了 很多时候都是不想要破产 就一直戒 一直戒 一直戒 东戒西戒 这个才是痛苦 或者你的工作 你也觉得 都就是这样 或者是你的经济 这些的骇骨还容易解决 有一些的骇骨 是我们生命中的关系 才是让我们苦干 哪些关系 你的婚姻 也不离婚 因为 反正我们就这样过了吧 你折磨我到死 我也折磨你到死 我们两个 就这样过了吧 为了孩子 就这样过了 有没有痛苦 不要去碰 这种事都不能讲 不能讲 讲了就吵架 不要再讲 我们两个之间 有一些事就不能讲 不要去碰 不要去碰 那个叫做骇骨 那你的家庭 有一些关系 不能碰 快要过年 有一些不能碰的关系 会碰面 会折磨 这些会让你苦干 所以这些的 苦干的关系 我过去努力过 但是现在 很多的失望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因着疫情这几年 带来了隔离 恐慌焦虑 笼罩我们的生命里面 你知道 你自己知道 你生命某些部分 是苦干的 你自己知道 你不想要面对它 而那一个区块 主业管的灵 今天要带您 进入这些的害苦 神要来帮助你 所以这种苦干就是这样 也许刚刚你也没财务问题 你也没有这个问题 可是你就是有一种 努力挣扎 都没办法得胜 到最后 不要管了 不要管了 不要去碰 甚至上礼拜 我们提到 牧师鼓励我们 要起来侍奉 甚至说 主啊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毕竟侍奉耶和华 但是我们家那一口子 就无法跟我同心 侍奉耶和华 每次我说要来侍奉耶和华 他就给我呸咪 就是给我泼冷水 我已经不要再被 被这样折磨 算了 什么同心侍奉耶和华 我日子就这样过了吧 年轻时候被主呼召 算了 这是害苦 埋葬 主啊 将来到天堂 我们永远侍奉你 不要现在折磨 这些的害苦 害苦有一个好处 就是因为很久 所以他不臭 他也没有死人的味道 不用害怕 你已经跟他和平共处 然后呢 所以害苦代表的 不只是挫败 挫败还会反败为胜 害苦代表的就是 放弃 他就是代表说 Game over 我不要了 不要再跟我谈了 每次跟你 不要了 不要再讲了 师母哥不要再讲 你要讲我不要来了 不能讲 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这样跟我讲 有耶 你要再讲 我就不要来了 不能碰 不能碰 但是内心的深处 你有很深的痛苦 这种挣扎 这种痛苦 你知道 神知道 你不想要去碰他 你想要跟他和平共处 你觉得这一生就这样过了 今天神 不放弃 他要带你来看你生命中的害苦 这个Game over就是 你没有任何的期待 你跟他和平共处 主的灵 常常在你Game over的时候 他就要来造访你 神的灵 就要带你来看这些害苦 看你生命中的这些害苦 你会说 神的你搞什么 有没有很生气 我刚才讲 会变害苦 都是有打仗 我过去曾经努力 我有祷告呼求 神啊 你都不回应 所以有没有很生气 你现在在跟我讲害苦 有没有很生气 你还问我说 害苦可以活吗 过去 还没有死透的时候 我就已经祷告了 你还问我说 这个害苦能复活呢吗 神来 你提这个干什么 有时候神跟你讲话 你会很生气 神来 你干嘛 我日子好好过 每天跟害苦和平共处 每个礼拜就来聚会 唱唱歌快乐得很 你不要跟我提这些 沮丧灰心的事 这些东西 神来 不要再讲 可以吗 因为我曾经跟你祷告过 在那个可以救的时候 你没有救 你也没有让他复活 我现在已经跟他和平共处了 你在跟我讲 要复活 主啊 你知道吗 我以前都大胆的宣告 信心的宣告 我现在已经没有信心了 所以这些的 我跟你 我跟你求害苦复活 你以前不回应 现在已经放弃了 你在跟我讲复活 你在问我 骇骨可以复活吗 你会讲什么 你也不会这样讲 因为你知道他是神 他是死无便有 他是死死人复活的神 你只会叫神啊 你为什么不找出手 所以 以西节说什么 主啊 主耶和华 你是知道的 这句话 至少你可以讲 主耶和华 你是知道的 所以弟兄姊妹 从人来看 是不可能 从人来看 以人性来看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弟兄姊妹 神有些时候 在跟你讲话 神造访你 在讲的时候 神为什么跟你提 就表示这件事 是神要出手 你不要因为你害怕 不要因为你又觉得失望 就把它埋下去 有时候有一个感动来 你就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再想了 现在日子就这样过了 过了过了 过一生 神有时候感动你 或他生命中 再提起来 就是他要出手的时刻 他要出手 所以以西节 人性会告诉他说 为什么我们 不敢想 不敢看 是因为你曾经挫败到 害股 现在到积极不堪的 害股 就是 很难看的 害股 这个过程真的太痛苦 所以我们不想要 太去碰 很多的人 很多弟兄姊妹 我们是这样 我们不想要去 碰生命当中 那个失败的害股 我们不敢要 再去碰 因为太大的痛苦 可是以西节 怎么说呢 他说 主啊 你是知道的 之后 神就教以西节 怎么做 亲爱的弟兄姊妹 神要使他复活 神也可以使他复活 然后带到你面前 对不对 神今天说 不 以西节 我要使他复活 但是 由你发预言 发什么预言 我告诉你一句 你讲一句 神啊 那你就自己讲 不就好了吗 你们常常这样吗 神啊 求你救他 神说 由你发预言 救他 不不不 我没有能力 你做就好了 今天神 对以西节说话 神要人只做一件事 就是 发预言 对什么发预言 害股 害股有没有反应 西藏骨头 有没有反应 没有 如果你对 一个没有生命的 以致 一直发预言 最后你会觉得自己 觉得自己有病 你的理性通不过 你的情感 也通不过去 可是神要他 要以西节说 对你死亡的局面 来说出预言 发出信心的原语 预言复活药领导 这个都很冲击 你里面的理性 跟你的情感 好 他怎么说 他又对我说 你要向这些 害股 发预言 一开始他问他 人只啊 你说这些害股 可以复活吗 以西节说 主啊 主耶和华 你是知道的 我们常常这样 好像彼得 耶稣问他 你爱我吗 他说 主啊 你是知道的 你知道 你知道 其实这句话 还蛮好用 我们也不用太回答 主啊 你知道的 其实常常都是 神自问自答 神也没有要听到 你的答案 但是 他就继续讲 你可以做什么 对我说 你要向这些 骸骨 发预言 说什么 说 枯干的害股啊 要听耶和华的话 有没有承认 他是枯干 实情嘛 枯干的害股啊 也就是说 你心中认为 他是什么 你就把他的认为 讲出来 只是说 只是说 我破碎了婚姻 无救的婚姻 我就说 无救的婚姻啊 你要听耶稣 听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要对 我无救的婚姻 如此说 主必使 气息 进入 这个婚姻 我的婚姻里面 我的婚姻就要 活了 这个就是练习 要练习 你千万不要去 对你的太太说 你是枯干的害股啊 你就完了 完了 你练习的时候 要这样 可以这样讲 没有人的时候 先练习 等一下我才告诉你 他有第三 第三招是实体 现在是对害股 练习 等一下才真正对人 你千万不要对害股 就直接讲 哭干的害股 你不要说 你们常常 都骂你的老公 死人骨头 还没变 有没有 你有没有这样骂你老公 没有 很多人都这样 死人骨头啊 你死也不会变啊 其实 你们不用练习 都把这讲过了 你也在发预言耶 你也在发预言 所以弟兄姊妹 神对我们说 你要发预言 好 也就是说 在这个季节 神要我们有一种对齐 这个对齐是什么 就是在言语上 跟神的话语 来对齐 你知道吗 5780开始 到5789 这十年都是口的年 神都要我们再话语 与他对齐 可是已经进到 5784第五年了 你已经可以跟神的话语 对齐都讲 耶和华的话的 举手 没有半个人嘛 真的 我们已经讲了 第五年了 2023年又快结束了 很难 对不对 这里知道 这里管不住 都乱骂 随性骂 看到什么骂什么 看到什么骂什么 现在以细节神是说 你看到什么 然后来讲 耶和华的话 看到什么 不可以讲 自己的话 要讲 耶和华的话 可是你看到骇骨 你最想要讲什么 你最想要对骇骨 你很多话要讲 你完蛋了 你死了 你没救了 你一生就完了 你看 你看你怎么努力都没有用 你看过去都几次了 你已经说谎几次 你已经失败几次了 过去的经历 常常附送一遍 告诉自己多么惨 你是不是最想讲这个 还有 讲什么 埋怨 都是 都是谁的错 谁的错 我无能为力 我没有办法 我真的很羞愧 我就是一个失败者 我怎么办 我对不起神 对不起谁 你每天都会讲这些话 讲这些事实的话 我们唯一的就不是不会讲 耶和华的话 在这个季节 神呼召我们 要跨越你的理性 超越你的情感 来说出 耶和华的话 很不容易 因为我们的情感 不会想要讲耶和华的话 我们的感觉 不会想要讲耶和华的话 我们的情感 最想要随性讲 骂人的话 我们最想要随性讲 完了 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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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完了 一生就这样 对你的孩子就想 爸爸妈妈 尽心竭力 给你预备这么多 你给我考这个成绩 你每天都在滑手机 你哪有可能 算了 我这些钱给别人去栽培 别人不要栽培你 你自己保护自己 你自己 你有没有讲这些话 威胁 恐吓 通通讲过 就是不会讲 耶和华的话 那今天我们要操练 讲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的话 我们念一下 来 枯干的骇骨 要听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对这些骇骨如此说 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 你们就要活了 我必给你们加上经 使你们长肉 又将皮遮蔽你们 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 你们就要活了 你们便知道 我是耶和华 好 那神就说 对以西节说 你要对骇骨讲这样的话 如果你认为谁是骇骨 你在哪个地方是骇骨 你就要把骇骨拿来 人还不要 现在是练习 所以不要把人拿来 就是你觉得你的孩子是骇骨 你就对你的孩子 人先不要来 不要争人 如果你觉得你的孩子是骇骨 我的孩子 某某某 你是枯干的骇骨 要听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 现在要对你说 我要使气息进入到你的里面 我的孩子 你要活了 我必给你家长 你就把这个话 对他讲完 练习 现在 这个骇骨身上练习 等一下我们才会进入实体 才真正对那个人 对那个人讲 就不可以讲 骇骨啊 你就 你就完了 好 这个季节 一看以西节 他说什么 他怎么回应 他说 于是我 遵命 说预言 这个季节是你的话语 你在话语上面是遵命的季节 只要照着讲 在你的话语 跟神所吩咐的来对齐的季节 所以不管你环境多么恶劣 不管你的经济多么枯竭 不管你的孩子如此的悖逆 他们不管在任何的当中 或者你的婚姻多么的枯干 这是起来 遵命 对你的骇骨 发预言的时刻 弟兄姊妹 你可以吗 你可以跟 以西节一样呢 于是我 遵命 说预言 你就觉得 这个最难 什么话都可以讲 就不能讲 也合华的话 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 以西节这样讲完 圣经讲得很清楚 他说 当他正发预言的时候 有响声 有地震 事情就发生了 所以不料 什么叫不料 就是 出人意外的神迹就发生了 他遵命 圣经讲 于是我遵命 说预言 我希望这句话 我们背起来 神跟你讲什么 你就说 于是我遵命 说预言 对 不要 于是我遵命 然后晚了 继继续讲 于是我遵命 说预言 然后就开始要说 就开始说 要听 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的气息 要充满这里的里面 哇 在讲的时候 就发现 正说预言的时候 就开始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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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声音啊 以为地震 就是骨头开始震动 事情就开始发生 神的神迹临到以前 以继续 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回应 弟兄姊妹 你渴望你的神迹临到以前 关键在谁 你要不要有一个正确的回应 我们不是叫神去做他的事 然后你不跟神配合 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回应 他需要遵命说 耶和华的话 你要做的就是在你的话语上面 开始与耶和华的话对齐 我们每次说要跟神对齐 但你的话都不对齐 你说有啊 我就嘴巴难听啊 使这张嘴啊 我的行动都与神对齐啊 可是我口都不对齐啊 弟兄姊妹 这是口的十年 已经第五年了 我们一起来练习 进三步 退两步 什么叫进三步 退两步 骂完了就说 等一下来来来重来 主耶和华的话 现在对我这个骇骨 死人骨头都不 都不回应神 我现在悔改 刚刚讲的 破除破除 现在重新来 给爸爸妈妈机会 这样可以吗 重来就叫进三步 退两步 我们有弥补的机会 来发预言 然后你要对骇骨说 你要听耶和 主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说 我必使生命 生命的气息 进到骇骨里面 主要你对他说什么话 生命的话 借着你的话语 来释放生命的气息 你的口不要再来 释放死亡的气息 死亡的气息 很容易讲 也不用学 随便都会讲出来 不会讲死亡话的举手 这个不用教 碎碎念 很厉害 死亡的气息 这些羞耻的话 当我们在话语上 与他对齐的时候 你要来问问神 问问自己 就是说神 那我对我的孩子 到底说了什么 你对你的孩子说了什么 你这不乖 我就得愿意 有没有 讲过这种话的 举手 对不对 悔改 你对你的婚姻讲过什么 算了吧 就这样 悔改了 等于要说耶和华的话 对你的工作 讲过什么 人在江湖身不留情 只好这样 我囊囊地坐下去 你的事业你讲什么 你的生命你在讲 你的事工 你说我都忙不晚了 我哪有什么事工 我哪可以做神的事 这些话你讲了吗 你的人际关系说什么 神今天要来改变我们所说的 从口来跟神的话对齐 我们需要 唯一需要回应的就是 遵命 发预言 遵命 说同样的话 你的话语 要跟神对齐的时刻 我觉得神在我们的下一代当中 做了奇妙的工作 我们今天一月十年晚 我们没有放我们三楼的开箱影片 我们三楼已经弄好了 下礼拜的圣诞节 我们的耳目 希望有一两百个孩子可以进到当中 很漂亮 就是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 那很感谢神 那是我们的孩子 神的灵正在拜访我们的孩子 刚刚说 于是我遵命 说预言 我们都宣告完了 可是你出去 等一下你孩子又不高 你于是开口骂人 你很容易就无法遵命 最容易单纯的是我们的孩子 那我们看了那个 刘依依 就是翠翠的孩子呢 这个有一天 他的斗鱼死了 他竟然就来跟我讲说 师母奶奶 我斗鱼死了 那我其实是 就是边走嘛 斗鱼死我就 宗教术语 斗鱼死了 你就叫他死里复活 我就打发他走了 可是这个孩子 于是我遵命 说耶和华的话 这是他自己写的 他自己打的 他说我本来不知道 因为他们是耳目 下礼拜他们自己要排的见证 我看到就很特别 他说我是刘依依 我跟他分享见证 我家养一只斗鱼叫刘22 我养他三个多月 然后最近好像翻肚快要死掉 我好希望他不要死 有一天我告诉师母奶奶 我斗鱼快死掉了 师母奶奶 有我说为他祷告 祈祢复活 我就祷告 几天 两天 三天 到了第四天 那只刘22斗鱼就复活了 然后来我们看一下斗鱼复活的影片 他果然遵命说预言 兄姊妹 你刚刚说我遵命 有发育员吗 我们现在练习 我们等一下找一个骸骨 什么叫一个骸骨呢 就是你感觉你生命中哪个骸骨 然后我们要来操练发育员 先练习 之后最后才要对实体 实体也会教大家有一个练习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母我们谢谢你 我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人 我们生命有一些的骸骨 我们过去征战过 可是失败了 不管是在我们的婚姻 在我们的工作 在我们的人际关系 主啊 我必须承认 我打仗打了很久 有好多失败 我不想要面对它 所以我把它藏起来 这些部分已经变为骸骨 主啊 我今天听到了你的话 我愿意有一个 跟以细节一样的回应 遵命发育员 遵命说同样的话 所以兄姊妹你可以开口 你先找一个你觉得是骸骨 例如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个骸骨 就是被拒绝的黑暗权势 每次被拒绝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不要你了 就不要 就拒绝回去 这个骸骨 我要对他说 哭干了骸骨 我家族中被拒绝的权势 你要来听耶和华的话 你要听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对我的生命里面 如此说 神的灵要进到我的里面 我就要火了 我的婚姻要火了 我的人际关系要火了 主说我给你们加上筋 给你们长肉 又长皮遮蔽你们 让气息进到你们里面 你们就要火了 你们便知道耶和华是神 所以兄姊妹你就开始讲 你现在口要发育 我刚才发我的语言 现在是你 你要开口 遵命发育言 所以你要开始讲 开始讲 主啊 是的 谢谢你哭干了骸骨 我们生命当中 主啊 这些的哭干了骸骨 不管是我们的身体 这些哭干了骸骨 现在要听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要对我们的身体 如此说 主的灵要气息 吹到我的身体里面 我就要火了 主啊 你说 我必使你加上筋 使你们长肉 又将皮遮蔽你们 使气息进到你们里面 你们就要活了 主的气息要进到我的里面 我的身体就要活了 我就便知道耶和华是神 我便知道耶和华是神 你开始讲 一直讲 哪些的骸骨 你在讲的时候 你一直在讲的时候 你会要讲到 直到你听见地震的响声 直到你听见 听见神的工作 你要相信神迹 接下来要发生 神奇妙的作为 马上要临到 最不可能的环境 你要看见骨与骨 开始连结 长上筋 长上肉 有皮遮蔽在身上 有皮遮蔽在身上 主啊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 这是第一个 你要向枯干的骸骨发预言 第二步做什么 你要向圣灵的风发预言 也就是说 没有圣灵的风 圣灵的气息进来 仍然是死的 所以你要呼叫 圣灵的风从四方 东西南北叫做四方 圣灵的风吹气 在上面吹气息 吹在这些被杀的人中 也就是这些的骸骨 使他们活了 圣灵的气息就要进来 然后我们宣告 要站起来成为 耶和华的军队 所以你刚刚对骸骨发预言 现在要对圣灵的风 你刚刚对你讲的那个骸骨 有人是婚姻 有人是什么 财务 有人是家里的关系 你就要来发预言 那我呢 我祷告的是我弟弟 我们家唯一还没信主的 就是我弟弟 我觉得他已经骸骨了 因为被拒绝到一个 没效啦 没效啦 我为他祷告说 有啊我有祷告都没效啊 我不要 我信佛啦 他每次都这样讲 我就觉得这是骸骨 我要对他发预言 所以你现在想啊 向风发预言啊 我们一起来讲啊 主耶和华如此说 圣灵的风 圣灵的气息啊 要从四方吹来 吹在秦光阵的身上 使秦光阵活了 圣灵的气息就要进入 秦光阵里面 秦光阵要活了 秦光阵要站起来成为 耶和华的军队 阿们 人家留意祷告四天 你至少每天要祷告 祷告到真的活了 每天给他念一遍 就照耶和华的话 照五念就好 简不简单 你可以每天吗 真的喔 我们这个礼拜至少每天 我就 我昨天也念一遍 今天也念一遍 今天念两遍 我就相信 继续每天来给他发预言 好 第三个 刚刚就是人不在 你对他发预言 之后你看喔 神就对以希节说 这些害骨就是谁 以色列全家 因为以色列全家说 我们的骨头枯干 我们的指望失去 我们灭绝尽尽 也就是以色列百姓失望到一个地步 没有盼望 要没有盼望 人的灵会枯干 骨头都会枯干 他说你要对这一群人 现在要对实体 以希节刚刚对骨头嘛 因为在意象当中 看见了骨头操练 现在要对实体 因为真正的害骨是这一群 以色列百姓 刚刚你们真正的 讲的那些人 刚刚练习完了 我们就要来对实体的人讲 你就不能讲 哭干的害骨 你要讲什么 神说你要如此 因为我要如此说 我的名啊 真的 神的名喔 所以我可能看到我弟弟就说 上帝的儿子 宝贵儿子晴光正啊 我可能要这样讲 对不对 那你看到谁 那个盐浩看到你的 你的害骨是谁 你的害骨是肋骨 不是害骨啦 是肋骨 你的害骨是谁 家族 讲你妈好了 你妈还没信主 你就是神的选民 我的亲爱的妈妈 这样喔 然后就说 主必开 开坟墓也不能讲 主要开他的家族中的 所有黑暗全世界的坟墓要打开 使你们从坟墓出来 弟兄姊妹 因为有一些的 害骨 你生命中的软弱 害骨 是家族性 为什么在浑墓 因为好几代啊 我们要发这个预言 要发这个预言 是要开坟墓 从坟墓里面出来 我们生命中很多的问题 是历代祖先 也至少是的 你有没有发现 有时候你那个你妈妈 你配偶说 哎呦你这个跟你阿公好像喔 你妈妈妈说 哎这个跟你阿嬷好像喔 有一些的苦毒 是一些累代的苦毒 所以夫妻有时候吵架 你不知道在吵什么 因为他是阿嬷的苦毒的灵 哇好多好多 有一些的软弱 有一些男生的软弱 他无法 他就是躲 什么都躲 啊这个是他吗 不是是几代 说完牧师又讲到 他爸爸就是跟阿公啊 什么就是几代的软弱 都躲到山上 这种是家族性的 主耶和华要打开坟墓 然后发预言说 你要从历在的主持人的遗传当中出来 当然你发这个预言就出来了 你就从坟墓里面出来 这些历代的软弱历代的咒诅 历代的遗传疾病出来 我们宣告 我们发预言要出来 今天神要帮助我们 神要来处理 因为神要把复佛的气息 吹向我们 我们自己无法改变 所以我们要来操练这个 这个 来 你现在 要对 如果你 我觉得有些是我 神要开我的坟墓 因为我的家族的 我家族中 我觉得我家族中那个历代的就是 从我外婆到我妈妈那个被拒绝的灵 是很严重 我挣脱很难挣脱 我常常进三步退两步 所以我今天要对我自己 我要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情观因我的名 我要开你 家族当中的坟墓 那个被拒绝的灵 你要从 里面 出来 我要从里面 出来 神要领我 进入 应许之地 神必将 除了叫他出来 还要 祷告这个灵 主耶和华必将他的灵 放在我的里面 我就要活了 情观因就要活了 所以我有时候站出来 看着镜子 情观因 主耶和华的灵 交在你的身上 你要活了 不知道被拒绝的灵了 你要出来 离开你家族当中 被拒绝的黑暗权势 出来 你要出来 神的灵要与你同在 神的灵要充满你 你要对他发预言 这样 然后完了 就实体的害苦 可能 如果假设 我觉得我现在是害苦的话 我要对他发预言 那个王继中 神的选民 神伟大的仆人 神的灵要充满在你身上 家族中的 所有的遗传疾病 精神的遗传疾病 你要出来 神的灵要充满你 健康 神的灵与你同在 内在的祝福要充满你 我就要这样发预言 而不要每次看到 你看你就跟你爸一样 有没有 我们容易这样咬 你看脾气又来了 你跟你爸一样 这也是不是也在发预言 也是 所以我们要说的话是 耶和华的话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从位置站立起来 我们今天会比较长的敬拜 在敬拜当中 神要带你断开你家族当中 所有类带的咒诅遗传 要来破除 神要通过这个敬拜 释放你 以至于你的口与神对齐 然后等一下我们 为一些家族的遗传疾病 家族的遗传的咒诅 来祷告 来破除 请敬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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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 请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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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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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敬拜 敬拜 请敬拜 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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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祂祷告 好不好 我先为这样的地方 先来祷告 先来祷告 然后我再请我们祷告的同工 或小赌场同工 再来为祂祷告 我们音乐小一点 好 你确定前面都有人 我来祷告 阿爸 天父我们来到祢面前 主啊 祢是要打破我们 一切捆锁咒诅的神 因为祢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 我来到祢面前 在祢里面有新的创造 主啊 祢要将新的心 新的灵 主啊 再次浇灌 我里面的骸骨 枯骨死去已久 主啊 都手烂了 主啊 里面都枯干了 枯竭了 主啊 一点的血气都没有 一点生命力都没有 主啊 我根本完全没有办法 特别在已死的婚姻的里面 主啊 那婚姻的关系 主啊 即便结束了 主啊 里面还是很多的伤痛 创伤 主啊 里面有很多很多不能的原谅 哦 主啊 我们说记着的都是那些仇恨的话 主啊 记住的都是那些被伤害的话 主啊 记住的都是被否定的话 那主啊 我求你 今天主啊 在我的思想意念里面 那个被否定的 被责备的 哦 主啊 被配 哦 主啊 说的 哦 主啊 一文不折这些话 从耶稣的宝血里面全部全部都涂抹掉 哦 涂抹掉 涂抹掉 主啊 饶恕从耶稣的宝血开始 饶恕从耶稣的宝血 耶稣把他释放 饶恕的能力 依据第一面那一切被责备 被谩骂 哦 主啊 被否定的这一切的话语 主啊 一句我只仅仅记住 这个话使我死了 这个话使我死了 主耶稣我求你 在我里面过去被责备的 被否定的 被谩骂的 哦 主啊 这些话 奉主耶稣的宝血 主啊 只有在你甘荣宝血里面 涂抹 涂抹这些话 哦 主啊 那一切负面的 否定你的 我觉得你是无用的 哦 主啊 这愚笨的 哦 主啊 这些话从里面全拔除 以至于有个新的饶恕的爱 新的饶恕的爱从里面长出来 哦 主啊 求你在关系 因为人活在关系里面 在婚姻的 亲密的 特别在职场的 职场的关系 我奉主耶稣的名 有个新的职场的关系 在你里面点燃 新的职场的关系 无论跟你的主管的 老板的 同事之间的 哦 主啊 让我们真知道 主啊 不是我们怎样的表现 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业绩好 哦 主啊 我们就可以觉得是被看中 但主啊 我们可以活在一个爱的里面 哦 主啊 求主耶稣基督打破这一切 哦 过去过去在婚姻里面 确实失败了 离婚了 但主啊 你在里面痛苦 即便离婚还是痛苦 哦 主啊 求你释放爱的意志 释放爱的意志 在我们里面 哦 主啊 那一切忧愁的 哦 主啊 求主这时候 这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 神的灵继续运行 神的灵继续运行 运行 打破在一切那关系里面死掉的 哦 主啊 主啊 我求你这个死掉 比我生意失败 经常失败 还要痛苦 主啊 求主怜悯 做这新的灵 浇灌吹气吧 阿爸 我谢谢祢 谢谢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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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是的 我特别来祷告 在我们当中 主啊 很多的家族遗传性的精神疾病 主啊 你今天开坟墓 开我们家族的坟墓 主啊 带领我们弟兄姊妹 出坟墓的神啊 你要来医治我们 判断这些受阻 主要 要对我们说话 神的灵浇灌在我们当中 叫死人复活的神啊 祢现在使我们成为军队 成为军队 我们就要活了 祢的灵浇灌我们 谢谢主 我要主打一段经文 马太福音 请通往帮我打一下 最后 最后 刚刚补充的 马太福音 耶稣在这里责备 发力 善人跟闻事 说有祸了 现在弟兄姊妹 你知道里面装着死人骨头 是有祸了 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 外面好看 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 我们今天讲到 主啊 平原 主啊 在那个整个里面 主啊 充满害股 枯股 但多少时候 那个枯股可能不一定在平原里面 是在我们里面耶稣说假冒为善 你知道这假冒为善就是外面看起来 尽钱 里面却是虚假的 里面跟神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外面好看 里面却装满死人的骨头 和一切的误会 所以主会因此耶稣说 这是有祸的 因为这些发力赛人文士 他们能抄写经文 他们能备诵经文 他们能讲解经文 他们从经文里面知道 有位明赛要来 那他们却认不出来 你知道这是多么可怕 那个咒诅 那个黑暗 那个蒙蔽 也就无法 耶稣在他们面前 他们认不出来 就是旧约圣经所遇到那一位弥赛亚 所以今天我们要出掉那死人的骨头 我做到那一切的误会 也觉得我们的重点 不只是我的心情好一点 我生命开心一点 我的婚姻关系好 很重要的是神恢复这一切 是让我们能认识祂 恢复这一切一句 我能认识祂 能起来侍奉祂 因为这个世代有太多的家庭需要了 因此不是只是我们夫妻关系恢复了 我做我的职场开心了 赚钱了 而是神让我们恢复了 赚钱了 让你经历祂 很重要的目的是 让你开始起来站起来 在苦苦害苦面里站起来 侍奉神 因此我求神怜悯 今天早晨 主啊 让我们里面说装了死人的骨头 一些痛苦 但父啊 你要使他活起来 因为我要站起来服侍这个世代 许许多多的家庭 阿爸天父我呼求你 我呼求你 呼求你 神的灵 神的灵继续浇灌 神的灵继续炼净净 也就我里面的一切的污秽啊 做那骨死人的骨头啊 主啊 你要发命令 发预言 哦主 我里面的一切的不愿意 里面一切死掉 主 我们不知道怎么样 能够在圣灵里面 依靠圣灵站起来 侍奉这个世代 主 我求祝怜悯 在校园 在你的职场 在你的工作的场域 神要使用你 让你真的站立 刚强站立 神的灵要不断的浇灌下来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好吧 我们赞美 今天早晨这个时刻 你要用你的花 浇灌我们 浇灌我们 这是一个生命的气息 是一个能从死里复活 燃起生命盼望的气息 主啊 我们只有单单仰望你 让我们回忆转向孩子 因为你要在婴孩的口中 建立你的能力 谢谢主 今天这个 就在此地活起来吧 父我谢谢你 愿我主耶稣就恩惠天父上帝的死害 圣灵的感动交通引导安慰 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